美国居家生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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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,假作热智,我是Daryl 又跟各位介绍美国居家生活了 今天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主题呢 我就发觉其实我当年搬到新家之后呢 前任屋主很喜欢做园鱼 所以家里有各种各种的画画廠商 但我走到一个特定的角落 我发觉这个薄荷香味很浓郁 循著這味道過去,就發覺在這邊這個區塊裡面 有很多的薄荷葉 而且說起來也很奇怪,薄荷葉的生命力真的很強 為什麼?我並沒有特別去打理它 只是偶爾在澆水的時候會有澆到其他的 完全就自私不理 那這個香味就一直持續了好幾年 那我想說,那我到底該怎麼去利用薄荷葉呢? 所以今天我想再幾片來嘗試一下製作薄荷茶 不知道味道是怎麼樣 我們期待看看吧 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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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